我跟艾莉克斯 其實生了小孩之後 我們覺得我們都非常 在台灣非常非常的幸運 也非常非常的幸福 但是真的是缺了我們的家人 我覺得我們住在台灣 已經16...ALEX17年 我16年 我們一直都沒有我們的爸爸媽媽 在我們身邊 他們都在國外 對 我們結婚前 就是一年大概三四次 還可以回去看 但是在台灣 我們結婚了 生了小孩 大概一年一次或是兩次 還可以回去看爸爸媽媽 所以我覺得生了小孩 妳會一直想要 特別是我終於要當了媽媽 我終於懂了我媽媽的痛苦的辛苦 我一直想要問她很多問題 我也一直想要感謝她 但是她沒有在我身邊 我要跟她講話 就是要打個電話或是開個電腦 我就覺得 有一點很難過的部分 可是聽到小孩的痛苦我覺得 因為我跟愛麗絲夏聊過 她是雙魚座的媽媽 可是她生了一對風向星座的小孩 哥哥是水瓶 妹妹是雙子 是最恐怖的惡魔小孩 所以對她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 想問 是惡魔小孩嗎 舉個例子 就是我主持20幾年 我生代從來沒有出血過 現在最近前一陣子的急診 就是 就是生代出血 是吼她們講出來的嗎 你知道這什麼事情是要吼到一樣嗎 就是 她們 叫不聽嗎 就是兒子人家對不對 兒子不是不壞 而是她活在她自己的世界 她在做什麼事 冒冒 冒冒 她都聽不見她繼續 冒冒 收玩具了 冒冒 收玩具了 冒冒 收玩具了 她才會聽 她就 看她媽媽好 媽媽好 妳知道嗎 一定要到這個頻率 我剛剛前面有講說 艾琳說我認識最平靜的 對 因為生了小孩 生了媽媽 我跟咪咪之吼 我終於看到她在外面 咪咪之吼 拿包包出去 妳會管小孩嗎 我老公反而就是 比較順著她們一點 所以就是永遠黑臉是我 而且我老公用了一個小詭計 就是每一次小孩做什麼事 媽媽 出來 打他 罵他 罵他 然後我明明在裡頭很優雅 做什麼事情 在敷臉幹嘛 還要衝出來 什麼事 所以妳會別小孩嗎 我會 其實我覺得適度 當然不是那種歇斯底里 傳統那種打 我當然我會先用講的 講不聽的罰站 罰站罰不了的話 當然就有加法 加法就是我如果說 我會拿加法出來打 我就會打 而且水平哥哥夠產 還有一個雙子妹妹 雙子妹妹跟水平哥哥 這種組合是讓父母會 我會減少壽命十年的情況 所以很崩潰 我覺得很偉大 是一早休息 對 就是我去看醫生 剛好帶他們兩個一起去 然後呢 就醫生拿棉花棒在裡頭繞 然後我忘了那個是 因為有藥在上頭 還是真的有血出來 反正棉花棒就紅紅的出來 然後呢 剛好我兒子女兒就站在旁邊 然後就說 這是什麼啊 為什麼那是紅紅的 然後我就問醫生 醫生說 妳媽媽的身帶流血了 不要再讓她生氣 還有妳們兩個 因為那醫生也是 老醫生 他就是從小都看我二十幾年了 所以呢他也知道 就是我平常主持二十幾年 我的聲音從來沒有出錯狀況 然後他就問我說妳怎麼了 他說妳有那種突發性 我說罵小孩 然後他就說 對 這個就是讓妳生帶初學而的原因 那詠賢妳們家呢 誰黑臉 誰白臉 以前啦 創作者小時候 Alex非常非常的嚴格 嚴格到我們所有身邊的朋友 都嚇到 因為他生妹妹的時候 其實那一個月月子的時候 是阿勒克斯跟他兒子住在我家 對 住在妳家 然後因為離月子中心很近 所以晚上他們到我家去 因為我就在新店 他住在月子中心旁邊 然後我就每次看到 他才兩歲多 三歲 然後呢 他就會說 趕快刷牙 現在刷牙 站好 我叫妳要不要這樣 現在就進去睡覺 金事花第一 我知道嗎 我覺得他爸爸是 對 然後我就說Alex 他才兩歲半 三歲 而且他 你知道Rider 是一個超天使的小孩 就是已經很乖了 不像我兒子是那種 我兒子是那種 就是很...就是已經很堅穩 你看那個小孩 然後他還在就是很兇的在 而且他發展 我可以發展 但你站在那個牆壁 手放在旁邊 垂 站直 頭往前 眼睛往前看 反正就是 那妳都不敢有意見嗎 妳不敢有意見嗎 一開始我有意見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兩個都會討論 但是他每一次就是最盛氣 就是如果他剛好在罵小孩 在兇小孩 我就不可以講話 我等到他罵完 我才可以跟他說 我覺得你剛剛是有點過分 可不可以再收回來一點 對 後來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開始了解 哥哥的個性之後 我們開始 就是有一些改變 對 對